收到一封当地政府发来的信 要求我提交一份关于我们离婚的判决书 这个东西从去年一直要到今年 我已经提供过一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来找我要 所以约了社工去咨询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需要提供什么文件 他需要我找律师 出具一份今年的一个文件 就说明明她我的离婚案件还在受理当中 然后呢 就是应该来说的话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应该是要由法院给一个判决书 判决小米爸爸应该付多少 也有什么责任 应该是有这个东西的 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律师他没有给我任何的答复 他不光是你这里 他是不回复我的 上一次有一个文件 都是他帮我去打了电话 发了邮件别人律师就直接发给他了 都没发给我的 上次我办居留卡的时候 居留卡的人也是找我要这个文件 我就和他说了 我说我没有 要不然你可以 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问律师找他要 然后他说我已经给律师打了电话 律师根本就不回复他 然后我也是没办法 我说那怎么办 是不是啊 并不是我的问题 然后别人对方就说 那你只能每三个月过来 办一次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之前说的 不能工作啊 你没这个东西 你就工作不了的 临时 基本上都是临时居留 我现在呢 再去找一下律师 碰碰运气 看他大概率是不在 因为一般法国人下午是做其他事情的 但是看看前台 跟前台说 他让他能跟律师转转转转 那个转送一下吧 我来了这里 然后他说这个律师没有前台在这里 我只能单独的就自己去联系他 他无法帮我传递一颗消息 然后 只能给了一张名片啊 只能打电话发信息 幸好呢 我是已经给他 发了邮件 这个律师经常不接电话 他非常的忙 让他也请他打电话 或者是帮忙发个邮件 像这个律师索要一些我有关的文件 然后那个社工说 他们这个有专门的一个人负责做这个事情 他无法帮我做 但是他会提交 他会给他同事 然后让同事来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天哪 终于有一点点的进展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先发个邮件 邮件完了以后 早上的时候再给他打电话吧 一周后律师依旧没有任何回复 现在呢 我只能通过来电话 看他接接电话 电话打不通 这是因为电话仏 不是你 然后再给他打电话 另外再给他打电话 再给你打电话 再给你打电话 阿俩 再给你打电话 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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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